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隊由八九十校領軍的素人樂隊 名字叫做奴隸樂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見本港很多打工仔上班好像捱淚仔 每天長工時OT又無補償 面對不合理待遇又不敢出聲 個個形同職場奴隸 過往的教育就教到他們 要聽話 要順重老闆 順重整個制度 這種奴隸更令打工仔 失去應有的勞工尊嚴 有些勞資舊分的時候 會見到有些工人 會跟另外我們要爭取權益的工友說 叫他們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因為我們又能夠準時出糧 有糧出已經很好 有些人公公我說你還想怎樣 他們的歌聲未必動聽 但希望唱出勞工權益相關的歌曲 換起打工仔的共鳴 奴隸的另一層意義 亦都與席卷傳承的樓勞文化有關 人人鼓吹年輕人要上車 上班的意義 就變得好像為了置業一樣 看回樓價升幅 可以看到其實升了很多 但人工根本可能加了一半都沒有 根本是完全追不到 還有一個物價通勁在這裡 年輕人剛剛出來自然是沒有積蓄 沒有基本的經濟條件 自然是賣不到樓 其實我做建築 雖然我建了這麼多單位 但我的人工都是賣不起一間屋 甚至一間廁所都賣不到 他們都認為在這個樓價瘋癲的年代 年輕人不需要盲目追趕上車夢 做回自己發掘更多生活的想像 就像他們一樣 閒時玩玩音樂 不是更活得自在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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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